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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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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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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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鲜都有了 汤熬得差不多了 滤一下渣 按理说它不是煮了久一点之后 它那个味儿可以更出来吗 不能煮太久 煮太久它后面会发黑 口味会苦 我们煮到什么样的程度表 是差不多了 看汤色 汤色红亮即可 就上面有一层红油 对 底下就是一个淡淡的汤底 精华全在汤里 我们到这儿 应该也算完成了多少 差不多一大半 灵魂的一半已经完成了 汤底已经有了 接下来是料汁 接下来的调料 茂菜最出名的麻辣味 还有一个 现在比较新颖一点的藤椒味 朋友来的话是 多种选择 对 咱们先调麻辣味的好不好 既然说 这是灵魂的另外一半 关键是比例的问题 对 我就盯准了 看你放几勺 看你记性好不好 先来点现薄的花椒面包 半勺 鸡精 来一勺 来 用我们顶烹石家4.0鸡精 用来拌料调料 特别的鲜 来点芝麻 差不多一勺 红油 一勺 两勺 六六大蒜 咱们来个六勺 再来点酱油 来个四勺 再帮我来点大蒜 一个是提香 一个是杀菌 更多人喜好来 还有固定的标准 刚刚我们做的是大家很熟悉的 麻辣的 还有一个鸡椒味的 也先来点鸡精 鲜下鸡精化的比较快 半勺的 酱油 来四勺就搞 来点这个 青小金菊 一个提香 还有一个就是维生素C 还能多一点 是吗 橱椒油 猪油 这个好像加的和那个麻辣的完全不一样 对 它的味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清麻 清新的感觉 没有麻辣那么燥 灵魂 左一半 右一半 都完成了 接下来应该是最重要的步骤了吧 那就是冒冒 竹篓 一大一小 关的小一点 竹的大一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冒吗 对 现在开始冒 冒什么呢 这是咱们今天准备的食材 其实我们在选这些食材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特点所在的 对 像荤菜的话它的特点是 毛肚 黄猴 鸡蒸 口感好一点 脆一点 算出来的话 那个有口感的脆度 对 这素菜的特点是什么的 一个是口感好 还有一个是韧劲好 有那个嚼劲在 对 对 那接下来就开始冒了 对吧 这个我有个规矩 我们鞋毛鼠 载毛魂 两位喜欢来点啥 来 许大厨 你长者为先 来来来 你跳完 不可以请不可以请 有魂的有鼠的 一样一样来 我们来点涂点滴好不好 好 金钦菇 这个量是不是可以多一点 没问题 知道你们喜欢 我们一般装的很毛 这是要冒出来的 对 对 那宽粉你肯定要吃掉了 宽粉稍微买一点 它反正面稍好一点 除了宽粉放在最上面有讲究之外 其他都有讲究到 叶子才稍微晚一点放 金帽的 需要时间长的割底下 来 那咱们就开始煮 先把西瓜吃的浑彩 我们选一下 没事 你这个就交给我了 好 我还没选就已经变成店里的小二了 其实干涉比较不一样 我们来点啥 来点这个 屋上的黄黄醇一点 来点鸩鸩奶 我们在那毛肚全程度 放到里面握住了醇一些 来点菌花 它还是有区别的 算火锅的时候 毛肚有时候什么8秒 10秒 但这个的话它怎么去控制呢 你也很专业 这个还骂不到你 老公就被他圈出来 从你外面放 今天又是横架了 碰上茬子了 对对对对 咱们晚一点放 这个布置就叫帽 帽的时候呢 它酥了过它会飘起来 所以叫毛菜 咱们这个帽菜就差不多了 蔬菜不容易入味 垫在下面 所以垫里面 为什么上面的是荤菜 就因为不容易入味 对对对 这个荤菜咱们也差不多了 刚刚我们弄的是一个麻辣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弄一些藤椒的 这样两种味道都有了 好 毛菜出锅了 哇 量够多 一个人吃得多爽啊 你想想看 接下来咱们调味 怎么调 先调麻辣味道 一点点菜就好 直接用我们的圆汤 咱们就灌进去就好 灌是一个词吗 还是 实际上腰进去就好 腰进去就好 对对对 还差一个不是 来点葱花 来点香菜 这样就好了 我相信很多人 其实都没有在家里做过冒菜 通过我们郭大厨 跟大家来分享 发现其实也没有当初想象这么难 一个人做的话 可以满足自己一个人去吃 一堆人吃 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的 对吧 对 咱们调藤椒味 加入青花椒和小葱剁的料 然后再加一点整个的藤椒 也是装饰 也是提鲜 青椒 红鲜椒 汤汁咬的时候不要咬到红油 吃的就是它清新的味道 哇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学会一招 咱们现在就灌进去 趙云很期待 对 咱们再来点芝麻 通花 充腐一下 哦 再来点香菜 对 一个人的仪式感还有多足 一个人就是盛宴 一群人吃的话就是开心 结果能不能吃辣 还行 但不能吃特别的辣 要不咱们再加点香油 这样柔和一点 金格勒的有机亚拿子油 那咱们就 先吃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先吃熟悉的 好累 连米饭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哈哈哈哈 嗯 要不要对 要的要的 好香啊 舒服不 安逸不 安逸 哈哈哈 我觉得它比那个平时我在外面吃的那个还要好吃 因为平时外面那个会过辣 同时有时候做不好那个冒菜的汤底的话 会有一点点微 哇 太好吃了 嗯 那我们再吃一个没有常味的味道 嗯 跟刚刚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清鲜香麻 不腻不燥 再来很大很大 它这个麻味更重一些 我觉得评价一个冒菜好不好吃 以我个人的标准而言 是看它和米饭的配合度 我觉得这个免饭配合度 比那个刚刚麻辣的还要让我爽 一个人吃的话吃得很爽 如果要一群人吃这个 那大家都能吃开心 对 本节目由魅力厨房新米粥独家冠名播出 一代家常粥只有水和米 还原现熬加的味道 菜籽油练熟后加猪油 放入干辣椒炕香 再放瓷巴辣椒 豆瓣酱和牛油底料炒香 倒入开水熬出红汤 过滤掉酱渣底汤调味 烫好自己喜欢的配菜 搭配麻辣或者藤椒蘸料 冒菜就做好了 说一下重点 两种油混合炒出的料更香 徐大叔你看 那接下来就看你那道黄焖鸡米饭 没问题 没问题 这样你再吃两碗 好 那我就看你的表现 回到这个黄焖鸡米饭的话 我真是感觉在我心目当中 它是一人时餐食的第一名 人人都爱的咸鲜味 有菜有肉均衡营养 好吃不贵超高性价比 诸多优点 让黄焖系列成为街头美食中的六边形战士 十几块钱就能获得 妈健夸的全面营养 得以成为一人时的顶流美食 这个菜我在家里做过 不容易 鸡肉要很嫩 里面不是有那个土豆吗 对啊 还有香菇 要入味 对 能够下饭 这些我都是给你提的要求 没问题 没问题 轻松搞定 这个菜实际上是 根浓味厚的一个菜 学会我的方法以后 黄焖啥都行 我今天做你要注意观察 鲜什么 厚什么 还有个调味的一个重要 咱们今天选的是鸡腿肉 这个肉比较嫩 这个鸡不要太小 咱们在家里做呢 可以大一点 咱们这个调料呢 就是姜跟葱八角就可以了 咱们点火烧油 用我们的金格勒有机葵花子油 今天我这个菜啊 虽然说是一道菜 咱们有八种食材在这里头 很丰富 在咱们烹调当中要兼得一些营养 关键这步把这八角给它变香 让它鼓起来了 它一鼓了 味就出来了 把这葱姜搁里给它炒香 所以说你做的味道不够 这一步你没做到位 一定让它这个葱跟这姜 让它透出这个香味了 你看看咱们这个八角 八角变色变大了之后 我们开始下鸡肉 说明它的香味出来了 我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我以为黄焖鸡 它不是肉会很嫩吗 我外面会轻轻地加一点点生粉 让它变嫩 我这个嫩跟你那个嫩是不一样的 关键是火候 你看看它发白了这个鸡肉 咱们就可以加两勺的黄酱 两勺的蚝油 不是咱们就说加那个黄豆酱就行了 对 黄豆酱也行 大酱也可以 它俩基本上差不太多 黄豆酱发甜 但是没有这个酱香 酱香味出来了 咱们多加一点料酒 黄焖是咱们舞台当中 常用的一个烹调技法 你像肉 排骨 或者是羊肉 都可以做黄焖 那比如说冰箱里有什么 我现在直接给你们加可以吗 可以 那真的去试试看冰箱有香 可以 喜大叔 你确定 好 你别打断牙网 肚里咽那种 鸡跟猪肉在一起烧 是没问题的 如果味道比较重的 像牛 羊肉 就不建议往里放 单独做用黄焖的方法去做 也是没问题的 黄焖的这项技法 其实是一个很容易上手 快成熟 也很招人喜欢的一个做法 对 咱们把香菇家里一起煸 让它的香菇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出来 对 香菇要非常的入味才行 对 你看 刚才咱们放了很多油 这些食材都是吃油的 这油才能使它变成香 炒香以后 把这个香菇水 你在家做加这个吗 我就觉得我今天 之所以在家里做的没那么好吃的原因 就在于 好几个步骤加的东西都不一样 跟许大厨 给你带不了沟里去 咱们来点生抽 好 那你家那个香菇水它的作用是 香菇的鲜味都在这里面 那你家那个是干香菇了 对啊 干香菇 你在家用的时候 鲜香菇没有得香 再加一点这个鸡精 用我们的顶烹饰加4.0鸡精 这个特别鲜 把这个沫子打干净 这一步很关键 可能没有功夫去管沫了 文杰你还有第五个错了 一定要打干净这个血沫 这个腥味会少一点 但是我觉得黄炖鸡米饭 这个东西最重要 这个问题你回答在100分 做一个闷是必须要盖盖的 20分钟就不够了 20分钟 因为你要直接生排骨 这个时间就不对了 因为排骨的时间 比这鸡肉的时间要长 所以说你要煮过的排骨 跟它这个鸡能炖在一起 成熟度是一致的 黄炖的这个技法的话 其实是煮各种各样的肉类食材 是比较方便的 对 我加一些配料进去 首先可以加一些胡萝卜 荤菜有讲究 素菜有讲究吗 有啊 我还以为没讲究的话 这些行吗 有的可以用 但是切的手法可能不太一样 你看我切的是 这种小滚刀块 滚刀块 它这叫片可能就不太适合 片容易碎 咱们也零油土豆 切成块 就是食材是有讲究的 对 根茎类 菌类都可以 刚刚已经下了香菇 如果金针菇也是可以的 金针菇稍微型不太合适 咱们配菜的规矩是 撕配丝 片配片 快配快 这样成菜效果更好 成熟度也更好 但是有一个我们会发现 很少加这种类型的叶类菜 对 叶类菜不适合炖 焖 烧 好 来咱把它焖 焖成 因为这个用的时间比较长 好 那多长时间开始加我们的素菜 十分钟就可以了 根据你切的大小块 这素菜是我分阶梯式 这第一间就是不怕煮的 需要时间的 需要先放 咱们给它没个汤 让它成熟度好一点 盖盖 咱们十分钟 这时候我切一些 不需要过长时间加热的一些食材 你像这木耳泡发好以后 很容易成熟 青笋 切滚刀 稍微的焖煮一下就可以 这个颜色看起来也更丰富 对 更有食欲这个菜 加一些青椒 提色 提香 咱们这个青椒也非常容易熟 也是厚放 咱们焖了时间不短了 这个汤汁到最后不要太多 让它尽可能浓稠一点 鲜味才够 咱们再调一下味 加一点糖 加一点胡椒粉 你看这 这汤汁有点粘稠了 说明它这个土豆的淀粉下来了 那个沙沙的黄色的面的土豆 它这个效果很好 让它的味道更容易挂在你的食材上 吃起来味道更浓厚 这又是一个绝境 对 做这道菜实际上就20分钟就可以 这土豆可以跟鸡肉一起下锅焖 到最后汤汁也没有了 食材也熟了 好好把握得刚刚好 其实我们一下来的话 它就有一股味会冲过来 对 这汤汁现在基本收得差不多了 咱们把这些食材下去 好 这个食材一下锅 不仅有热碳水化合物 一个人吃也是盛艳 对 它也满足咱们人体所需的 各种营养成分 很丰富我这一锅 所以说在家里的咱们做饭 一定吃出营养很科学 我这菜虽然说是一道菜 咱们有八种食材在这里面 很丰富 你看看没有汤汁了 对 黄焖的效果不是汤汁特别多 汤汁多了它就不香了 一定让它收得很浓烙 咱们来点香油 金格勒有机亚马子油 好 好 好嘞 出锅 这其实就是一个居家的豪横版的 黄焖鸡 满满的一盘 今天咱们就不配米饭了 咱们配粥 因为粥特别能够体现黄焖鸡的滑度 嫩度 你看直接用我们的魅力厨房新米粥 一袋只有简单的水和米 结得到这个粥 感觉跟我们刚煮的一样 它用的是四层所鲜 而且是当季的新米 咱们用粥来配一下我们的黄焖鸡 来 我给你来 今天这个营养丰富 色彩也很靓丽 挺香 很入味 肉质也很嫩 很细腻 这个其实吃了很舒服 鸡肉嫩度更够 味儿更庆祝当中 过去的黄焖鸡是没有这么多食材的 就是鸡肉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黄焖鸡也在一步一步的持续进 而且我觉得关键的学会了黄焖这个技法 就是你在家里有什么样的食材 我一个人很方便 直接冰箱拿出来就开始焖了 确实太下饭了 太好吃了 我感觉这粥比这菜还好 关键的一点是大家学会了这种技法 一个人的这一道菜不要亏待自己 尽量的去让自己丰富起来 对对对 所以说不管是冒菜啊 还是咱们今天的黄焖鸡 一锅就能出来很丰富的营养 搜索魅力厨房旗舰店 又向新米粥组合常鲜庄 开袋及时 镜下美味 葱姜八角炒香后下入切好的鸡腿 黄酱 排骨 香菇 调味后倒入香菇水 再搭配上喜欢的配菜 炖煮入味 汤汁收浓就做好了 划重点 要先下入根茎类食材 我是 我 你是许先生 我是一个人让你吃美 一群人让你 不是 是好 你 包你 我是 我是 我包 你知道没有事 来来来 那黄焖鸡你做过吗 黄焖鸡我们也做过 也做过 那许大厨做得怎么样呢 拭目以待 没有 我再问他 你看看咱们这个八角 你加糖加胡椒粉 加点胡椒粉 我就用甜面酱 不是 我说了 我就用黄豆酱不是也有点甜吗 可以啊 也可以 可以可以 根据口味 根据口味 对 你看这烫汁有点黏黏